這兩個多月以來 所有關注《黃室新聞》的人 都在追蹤一件事的進度 那就是海特究竟怎麼讓了 為何遲遲不露面破傳聞 畢竟網上所有關於海特神人的猜測 已經傳得越來越離譜了 終於 3月4日 美國知名娛樂新聞網站TMZ 放出了一條驚爆的 有人在溫沙城堡附近拍到了海特 如他的母親卡羅爾米德爾頓在車裡的照片 因為照片拍攝於早上9點過 被猜測是母女倆剛剛送完幾個孩子上學 照片有些狐 能夠看到卡羅爾表情嚴肅 眉頭緊促而海特則帶著墨鏡 並未掩露多餘的情緒 雖然並未和丈夫威廉 以及孩子們一起出行 但好帶海特也算露面了 按理說大家的擔憂會平息一瀉 不過走向奇怪的是 隨著這張照片流出 大家似乎更擔心了 這絕對是太新的說法開始盛傳 以下是大家的一些疑點 首先所有人都很不解 為什麼海特手術後首次露面 如此重曉的信息 最先是由美國八卦網站TMZ放出來 英國的小報媒體們以前那麼吸力 說猛料細緻度就跟藏在皇室藏下偷聽時的 這次卻集體無能度令是沒拍到 哪怕一張另一個角度的海特 怎麼回事 大家是收了封口費 還是知事體帶誰也不敢冒頭先報 就連英國小報先鋒 每由再報導海特露面的消息時 也著名了此消息源是搬運來自TMZ 其次有人提出照片根本不是海特本人 要摸是他妹妹琵琶瑪德爾頓 要摸是太新 網友爬出的琵琶瑪鏡照 大家可以自己對比一下 至於質疑這是太新 大家的理由主要有這幾個 相比人們印象中的海特 這次露面的這位念太總都變形了 法制線變了法令文不一樣 遮住了不太容易造假的耳朵 以及最重要的是字幕料 另外就是看照片海特和媽媽的裝扮 也有點奇怪 明明媽媽在向揚面 海特在陰影處 但海特卻帶著墨鏡 而媽媽並沒有大 這類想提醒一句大家理性吃瓜 畢竟媒體放出的其實是高糊塗 被網友拿來對比以前照片的是銳化過的版本 也許在修復過程中 自被磨掉了也不一定 畢竟就這畫質能看出個傻呀 不過真不能怪網友的這些陰謀論太敢偏 畢竟依據大家當年的吃瓜經驗 有太多越離譜越可能補增的案例再前 海特現身前72小時 皇室成員的動靜有意思 在海特被放出照片的前幾天 威廉和卡米拉的行為舉止 也視讓人很難不多想 3月1日的聖大衛日 威廉出席雷克森姆亞足聯賽馬場活動 進場時被人問到 欺威廉、海森林怎麽樣 自 他目視前方沒有答理這個問題 快步走開了 5、威廉再被問起妻子時的這個反應 讓英國民眾繼續不安 加上他們的3個孩子 這幾個月來也一直沒有出現在公眾視野中 再報導威廉該舉時的新聞貼評論區 有英網友耗費大筆密描寫了自己的猜測 海特顯然身體狀況極為不樂觀 很可能他們不想和他們年幼的孩子分享這個消息 毫無疑問 如果他們告訴媒體 他們的孩子根本無法免受媒體的傷害 有的人在這個問題上完全缺乏同理生活上色 是的 他們是公眾人物 但他們有年幼的孩子 那些可能影響他們的事情不受控制地出現在媒體上 又會影響孩子 這並非威廉必須處理得非常公開的事情 他們也是人 我想起了幾週前報紙上的一篇文章 一位老人選擇不告訴他的妻子他得了絕症 似乎每個人都認為不公開這件事對他來說是件好事 如果這就是他們想做的呢 讓孩子們不用擔心媽媽的健康 他首先是他們的母親 這種瘋狂又廉價的新聞確實表明 我們的媒體創造了一個多麼可怕的地方 另一頭凱特因病長期缺席 本來皇室的商務活動就缺人 3月3日 卡米拉卻突然宣佈自己要去個僻靜的地方休一週長假 3月11日再回歸 代表國王出席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舉行的英聯邦日儀式 這讓英媒和英網友都非常驚訝 自從柴爾斯國王被診斷出患有癌症以來 卡米拉僅僅出席了13場正式活動 無論是對比依賴沙伯二世女皇海德皇妃 還是安尼公主卡米拉的業務能力似乎都現得足夠見守 但此前希臘康斯坦丁國王的追悼會上 她竟然是唯一的皇室關鍵成員 這引發了一些人對君主制的擔憂 以及在如此多的皇室關鍵成員缺席的情況下 由誰擔當主心骨的問題 聯繫到海達的突然現身 有網友將她的優價解讀為 這事物謀下一步計劃去了 被風頭去了 在此之前還發生了一件慘案 震驚了皇室 2月25日 查爾斯國王的堂妹 加布女艾拉溫莎夫人的丈夫 托馬斯金斯頓在家飲蛋自盡 年僅45歲 當天金斯頓回家探望父母 午餐後她的父親出門留狗 回來後卻不見兒子的蹤影 一番尋找後 金斯頓的父親強行進入了屋外一座上了所的小屋 映入雅簾的卻是兒子的遺體 金斯頓頭部中彈 手邊吊下了一把鏡 警方初步判斷無他騷嚴異 2019年金斯頓與家暴女艾拉大婚時 伊麗莎白二世女皇還出席了他們的儀式 當年金斯頓還被開玩笑稱為英皇室聚聚聚成員 知情人透露 他最後一次見到金斯頓和家暴女艾拉時 是2月21日 他們看起來一如既往地快樂和積極 因此朋友們都認為他的死信非常令人震驚 聯想到這個金斯頓和海德威廉社交圈的關係 這個時間點突然爆出自殺的新聞是有些詭異 據說他曾經和海德的妹妹皮薄 以及威廉舊愛拿塔利約會過 但金斯頓予以否認 而就在海德現身的當天 海德的小舅舅家女郭德史密斯 被媒體遞住了在海德深愛的裁縫店賣西裝 他和女兒塔盧拉一起看起來十分放鬆 作為海德的親戚 這位家女非常敢說 比如迪斯梅根和蝦裏 稱梅根是愛雪芳的木牛 以及直言威廉皇子夫婦才是皇室最佳繼位人選 追速查爾斯搞快點樣 最近英國媒體爆出 家女馬想要出現真人壽命人老大哥了 民眾很期待這個嘴炮兒還能爆出燒猛了 但皇室十分頭痛據報導 海德的媽媽卡羅爾也非常緊張 不知道到時候他會不會撩到陣女海德 畢竟這是所有人最關注的 但現在也有一種解道 是不是這是海德娘家人通過媒體的力量 讓更多人關注海德近況及皇室施壓 據最新消息英國國防部透露 確認海德將於6月8日出席月兵式 這是他接受手術後首次確認正式職殺 但問題來了 儘管這次海德接受手術後首次宣布正式禮行職殺 但恆辛頓宮尚未確認他是否出席 記者了解到 國防部的最新消息並未徵求皇宮官員的意見 一位皇室消息人士補充說 威廉皇子或海德出席活動總是由皇室宣布 而不是過防部但過防部似乎希望海德身體健康 能夠參加這項重耀儀式活動 此由皇室才能宣布海德出席皇室活動 預計要到臨近時間才會得到確認 每日郵報聯繫了英國過防部請其置評 但問題被轉給了白金漢宮而白金漢宮也沒有發表聲明 也就事說過防部和皇室就海德第一次正式公開亮相 這事而根本沒通氣就率先發布了消息 而如果真相官方所說海德將於6月正式露面的話 那之前皇室公佈的海德將於復活之後恢復公務 又推遲了將近3個月呀 說句題外話 海德皇妃能有今天走得也極其不容易 原稱之衛是平民到皇妃的逆襲之路 從小堅信讀書改變命運的他媽 並不是大富大貴 但卻拼死拼活把他們這第三人送進聖安德魯學校 這個學校每學期光學費就要4000英鎊 為此海德媽媽不惜去貸款 貴族學校一想沒有回頭路 中學時期學費就飆升到22000英鎊 好在付出中有回報令是把平民三者弟培養得像真貴族 特別是爭氣的海德得自體美勞全美發展 會讀書也就算了、樂器、游泳、話雪、曲棍球、網球全不在畫下 為灑者摩拼就是為了熱天改命 據海德中學好有爆料 海德讀中學時就曾指著《威廉皇子》的照片說 也許某天我會成為他老婆 更誇張的是 據說申請大學時海德本來想去愛丁堡大學 結果一聽皇室宣布威廉皇子要去聖安德老師大學後 立馬選擇休學一年 近年申請了威廉的學校 且和他同個專業 結果就真成功了 海德皇妃在大學裡是校花級別的人物 剛入學時威廉就已經聽過他的名字 在一場時裝無得收上 穿著透時裝的海德 威廉皇子直接愛上 兩個人談起了戀愛 一起搬出去租房子住 從校園都結婚 雖然海德喜歡威廉皇子 但卻害怕生孩子 因為海德皇妃每次在印旗都非常難受 人套反應明顯 據英國皇家評論員艾米賴那甚的說法 黃妃在懷孕的一到三個月期間非常苦惱 她的急性印吐反應 讓海德皇妃無法享受懷孕過程 但她是黃妃 生孩子是她不得不做的事情 即便是剛生完孩子 為了皇室的體面 痛到站不住都要一副好人的模樣 穿著裙子大大方方出來恩愛拍照 所以海德皇妃一直捂著肚子走路 讓人不免懷疑是不是生孩子後遺症 而海德住院以來 威廉皇子被拍到只有一次去看過 更離譜的是 之前海德皇妃生三胎的時候 威廉皇子就被誘出軌傳聞 威廉皇子的非文情人 是名叫羅斯漢伯女的上流貴族二婚女子 她的丈夫是第七代喬蒙德里 喉著大衛喬蒙德里 威廉皇子被傳爭與羅斯漢伯女 一起過程仁節 兩人被目擊在倫敦一家高端意大利餐廳 吃浪漫晚餐 威廉皇送給羅斯一條超量的珍珠項鍊 作為禮物 而查爾斯三世給海德取回來的後婆婆卡米拉 不喜歡海德 喜歡這個羅斯漢伯女 還多次故意吸羅斯漢伯女和威廉創造獨處機會 現在甚至流傳出了海德皇妃 是不是被小三捅了的吧 感覺伊麗沙伯二世女皇去世後 英皇室就好像失去了一根定海神針時的 沒有了福星庇佑 狀況霸出 不管如何 但願海德能盡早恢復健康 正式露過臉啊 好了 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裏了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評論 請多多訂閱和關注 我會持續為你帶來更多精彩內容 對我看見 好嗎 就是 謝謝